搭船游湖欣赏湖光山色 是不少游客到日月潭的必有景点 游户船票现在票价每人50元 游客看傻眼 因为附近私人停车场的业者告诉他 船票一个人要150元 投诉人说当时停车场的业者说 可以跟他们买船票免费停车 三个大人一个小孩他们付了500元 事后才发现游户的船票才50 四个人加起来才200 算起来停一次车要300元 跟当初门口写的100元根本不一样 直呼自己被坑了 投诉人愤怒报警警方也截入调查 而对比公有停车场一个小时停车40元 一天最多收100元 私人停车场一次要300元 且依次用话术引导没说清楚 也难怪引起民众不满 今天南投综合报导